要钻到点 因为水也让小的 随着农历春节就要到来 台东市急需改善的道路工程 总计有17项 总金额超过了400万元 而原先预定在1月31号前完工 但在台东市长曾间隔的要求之下 希望让民众在农历春节前 有个安全而且顺畅的道路可以使用 特别要求公务客 对于市民代表们所关切的 急需改善道路能够精会完工 公务客客长吕朝阳10号特别前往施工地点查看施工的情形 针对部分缺失已经要求承包商改进 并且要做好完善的工作 让民众能够过个舒适的农历年 在这个护冈街的部分因为新春期间也快到了 整个交通流量非常大 有建议去年公安客来这边游览或是公安客到渔港去 在这边公安的时候都看到这个道路坑洞非常的多 然后在代表会执行期间我们就建议施工所 尽快将这条护冈街把它铺好 让民众有一个行的安全 然后在代表会的支持之下 我在强力的争取之下 然后施工所也同意了 所以今年编列预算将我们这个护冈街 300公尺先把它做一个完善的铺设 然后在新年期间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重车的部分 尽量不要进到我们这个小巷子里面来 3.5吨以下 3.5吨以下再进入 3.5吨以上尽量走大马路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道路能够维持好的一个品质 然后我们的观光也维持一个好的品质 今年度预算一执行的时候 就排定做了17条路段 就整个总面积大概是 1万3千平方公尺 执行的总金额是在420万元 当然是也有一些很积极热心服务的旅长 还有更重要是也有代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经费上的协助 在今年下半年万一有额外的经费 或者是上级补助 还是公所有额外的追加经费的话 我们也会把另外会把它改善好的那300公尺 希望我们能够一并做改善 今年我们地方上普遍的关心就是路芯专案 尤其我们本会主席 胡主席一直交代 市工所必须配合地方需要 有今天看到浑山路三八巷来完成 虽然是小部分 但是我希望市工所一定要秉择这个原则 把路做得更平 背省也行得方便 比较安全 市民代表会主席以及代表们的关切之下 并且补助经费促成 市工所公务客全体总动员 针对包括富岗礼、新生礼、丰隆礼、建隆礼等 总计时期上改善工程 改善面积约13000平方公尺 总经费达到400万元 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之下 只能针对急需改善的路段作为改善 而其他还未改善的路段将是未来情况改善 而这次的道路改善工程都以刨除加封路面为主 经过改善的路面幻然一新 民众对于市工所的贴心还有用心 除了表示感谢之外也感到欣慰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报导